剛剛講現在 這裡已經中心離開台灣了 離開台灣以後 他們進到了中國 中國非常緊張 他說根本就是整個 西太平洋的瘋王 是 因為現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凱米颱風它現在要登陸到了 福建進去 福建進去之後 因為它的整個雲雲帶 還有它是非常的威力很強 所以他們現在講到說 會不會就像去年的 一個杜蘇瑞颱風一樣 所以影響到的 可能是中國十個省 你知道嗎 這個浪也太高了吧 對 它的浪至少有五六層樓的高 然後他們就想到說 現在你看它才剛登陸而已 就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性 所以然後說這個 福建進去之後 一路往北 包括浙江 包括江西 你看那風大到什麼程度 它其實是個貨櫃 整個被吹翻了 被吹翻之後 它怕這個貨櫃又再度被吹起來 所以它弄了兩台吊車 一個吊前面 一個吊後面 因為他們說 我們現在最好 不要移動它 最好的方式 就讓它穩在這邊 不要動 所以用兩台吊車 把它給固定住 他們講到說 這個是太新人了 難怪人家說 所以已經有貨櫃車被吹倒了 對 貨櫃車被吹倒 而且是十級以上的一個強風 他們講到說 這個其實 光是在福建 才剛登陸就造成這麼大影響性 你看那是本來是馬路 就因為水已經從旁邊的河 直接淹到馬路上 所以開過去 不然你這樣遠遠一看 你會以為整片都是汪洋 所以這個福州這邊 已經開始有淹水的狀況 再來還有哪裡呢 這是浙江的舟山 浪之大 你看 你看那個波浪 已經有點分不清楚 哪邊是岸上 事實上有燈光雨影 右邊的這邊 其實原本是馬路 原本是類似堤防 可以在那邊逛一逛 就現在浪大到整個 全部都被水淹沒在裡面當中 而且他們就說 你看這個白天 這個應該也有十 大概七八層樓高的一個巨浪 所以他們就想到說 你那個他們才剛登陸而已 就已經對於中國這個沿海部分 還有一路往北 甚至到安徽這個部分 都受到影響 難怪中國這麼緊張 中國很緊張 因為他們就很怕 像去年的一個杜蘇瑞颱風 去年杜蘇瑞颱風 對中國造成六百條人民 一百五十多億人民幣的一個損傷 這是 你看 浙江領海準備沙包 就是 這全部都是沙包 就是怕就是 去年同樣的一個災情 會再次重演 那事實上大家會想到說 我怎麼感覺上不是 從那一個福建這邊登陸嗎 為什麼好像連河南 河北 甚至連東北這個部分 也嚴陣以待 你看這是哪裡 這是瀋陽 瀋陽的暴風雨 竟然是用稻的 你知道嗎 想說這個雨也真的是太驚人了 所以你說現在中國大陸 內部自己已經是風雨交加 風雨不斷了 我已經有風有雨了 結果你還跟我來颱風 是 而且他們講到說 事實上從上個月 從六月份開始 其實中國就發生很多的一個災情 那現在再加上這一次的颱風 所以才會災情 這麼樣的慘重 你看在暴風雨當中 那個人根本完全沒有辦法 走著走著就跌倒了 因為那個地也真的是 讓你沒有辦法繼續行走 那還有包括哪裡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他們高速入口 全部都已經封閉起來了 然後這是吉林 想說奇怪 我福建的颱風 怎麼跟吉林有關係 原來本來有另外一個強降雨帶 那因為颱風的關係 把它往北 往北極 所以現在包括吉林這些地方 一樣也都是暴雨 然後所以你的那個汽車 全部都被淹在水裡面 然後晚上 從白天到晚上 暴雨整個街道都成了一個河道 這個看得起來 你想到說怎麼會 怎麼海邊呢 其實不是 它其實是馬路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中國從這個六月 七月 一路以來 可以說是水還沒退 結果沒有想到強降雨 再加上這個颱風的來襲 所以整個中國他們說 有一半的省份都泡在水面 人很可怕 叫他趕快跑 為什麼趕快跑呢 因為這個馬路 竟然就這樣斷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真的驚慌未定又嚇死了 還好這個人跑得非常快 因為真的你如果跑不快的話 你很可能就命上皇權 所以他們都講到說 這個中國 半個地方 包括甚至連甘肅跟內蒙古 都被傳 就是整個泡在水裡面 你看這個汽車 整個就被沖走 這是哪裡 這是甘肅耶 甘肅融合的 它竟然會因為強降雨的關係 引爆了山洪 衝斷了路面 所以這樣就整個車子就在那個 不知道有沒有人 你如果裡面有人的話 那真的是可能那個小面也不保 他說場面其實非常的觸目驚醒 還是水患不斷 對 水患不斷 他們就說到目前為止預估 大概有1500人會受到相關的影響性 然後有大概上萬人 都必須要千里到其他一個地方 房屋 道路都被這個衝壞了當中 那除了剛提到的甘肅 竟然也受到這樣同樣的狀況 還有哪裡 四川 這個四川 這個韭菜溝 這個部分 你知道竟然也是很可怕 就是也是那種山洪泡泡 然後那個落石 然後也是一樣 因為強降雨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發生了土石流 所以他們就想到說 很多的包括你看這是什麼 就是剛提到的 就是四川一個救難人員 然後他在救災的時候 被衝走了 你知道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人就趕快 被漂了數公里 很多人趕快去救他 所以這個真的是險象還深 還包括四川的如定高山 也一樣就是這個高山的落石 砸項公路 所以他們都講到說 現在整個中國 包括連內蒙古這邊 竟然也發生了一個大水 所以可以看見整個中國 從六月 七月到現在 福建登陸的這個隔米颱風 恐怕會為中國帶來更多一個災情 我們前天就講了 這個凱米颱風 千萬不可以小虛 它本體已經非常的巨大 而且這本體 非常快速在集結當中 不但它快速集結 造成極大的傷害 更可怕的是 它引進的這個西南氣流 我們追到 過去我們剛才知道的 凡那比颱風 過去的莫拉克颱風 對台灣造成的重重 最嚴重的 都是引進的西南氣流 它會帶來大量的雨量 結果我們看到 現在高雄 這個地方雨量累積 已經上修到了2200毫米 對 這個等於說是莫拉克等級 也難怪說整個高雄是 完全泡在水裡了 沒錯 這個凱米颱風來說 目前為止 已經逐漸要往中國大陸而去 但是它帶來的這個西南氣流 或是西南風 造成了南部非常大的損害 保健 現在為止來說 高雄很多地方 其實都完全泡在水裡的一個狀況 屏東也是一樣 它下這裡 從昨天下午下到現在為止的 這個雨量是世界級的等級 世界級 因為它下了快要2000毫米 你知道這個量是相當相當巨大的量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高高雄這個地方 對 它的一天時間 把一年的雨量給下完了 但是問題是現在要留意的是什麼 雲加南 加義南要特別小心 保健你看現在 現在這個整個紅色的部分呢 它叫什麼雷雨包 現在雷雨包靠近了雲加南這一帶 這個閃電的地方就是雷雨包 對 它現在持衝台灣 對 這個區域 就是雲林加義台南 對 雲加南目前為止 現在這個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間5點多的時候 現在正在下大雨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現在你看它這個移進來 你看中間有非常多閃電對不對 閃電越多表示它的能量越大 它可能過來的時候 會下成這個瞬間暴雨 所以你就知道是在目前為止來說 中南部 而且你看這個所謂雲雨 但還是相當大的一個範圍都在中南部 所以中南部真的要盛防 還有持續降雨的這個可能性 好像他講說怎麼這一個 台湾颱風對台灣的災害這麼嚴重 剛剛講因為你所有最不利的狀況 全部集結在一起 包括外圍環流 西南氣流海水道灌 水庫滿水位 大潮 還有這個颱風 進到台灣的時候 它居然歸宿起來了 對 沒錯 市長我們可以看 這個今天來說的話 大家看到災情最多出現在高雄市 那為什麼高雄市會這個樣子呢 抱歉 主要原因是因為 目前為止來說 雨量真的下得很大 你看我們目前為止來說 把這個雨量向上揪到哪裡 你看這個高雄屏東這個地方 雨量已經上揪到1800到2200 任何一個地方下重雨 完全都承受不住 那不就等於是莫拉克等期了嗎 對 完全都承受不住 而且你知道 為什麼目前為止 高雄會幾乎說 全市好像大部分都泡到水裡 主要原因有非常多 七大不利的條件 全部集合在這個地方 七大不利條件 第一個是颱風的外圍環流 它剛好就往這樣吹的時候 就這樣吹進來 再來就是說 它不是夾帶非常多的西南風 我們這邊過來嗎 剛好就碰到什麼 海水倒灌 然後我們目前為止 南部很多水庫都滿了 所以它上游已經滿了 像現在白河水庫 南化水庫 曾溫水庫都在洩洪 所以我們剛剛南化水庫 那個洩洪的狀況非常壯觀 全部都滿了 而且你知道現在又碰到什麼 大潮 然後它現在進入中國 又在那邊歸宿 歸宿之後又引進來 然後再加上說 我們本身 本身這些沿海的低蛙地區來說 很容易進水過來 所以等於是 七大不利因素之後 集結在高雄市 所以導致高雄市 今天我們看到它的災情 真的是相當嚴重的一個情形 而且你看到現在 它不只是高雄 你看嘛 從彰化以南越南 南部的地區 基本上都會受到 這個颱風的肆虐 所以你看到 包括我們的佐水溪 貓羅溪 巴掌溪 包括高雄西 二人溪 對 全部都大造 對 中南部所有的溪 都要非常小心 而且現在不是只有台灣 你看已經造成什麼 菲律賓 菲律賓馬尼拉那個地方 已經造成了 12死60萬人 撤離的這個狀況 你想說菲律賓那麼遠 菲律賓也是一樣 它也是這種外圍的雷雨包 到了菲律賓馬尼拉之後 造成大暴雨 你說它只是紅台不會騷過你啊 對 那你根本不用講 中國現在完全提高景點 他們說17級的風王隔美來了 所以現在浙江 或是說整個福建 都要繃緊神經啊 你說中國稱這個凱米颱風 叫做整個西太平洋的風王 對 因為它的確相當相當強 菲律賓 現在這個凱米颱風 不但是現在全台戒備 因為這是十年來 第一次籠罩全台 而且全台灣 都在這個颱風搖滾區裡面 甚至中國大陸西洋局 也非常簡單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強台等級 而且他說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怪獸 對 現在來講這個怪獸 其實大陸那邊 非常非常的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各地來講 都是強降雨的一個情況 現在來講 這個凱米還沒有來 但是呢 在海南島這地方 有巴比倫 巴比倫其實只有他的五分之一大而已 五分之一大你看一下 這樣掃下去之後呢 他們巴比倫已經把海南島 幾乎蹂躏到不成樣子 我們一個導播一個一個來看 這種情況之下 它幾乎是整個畫面是可以看到 暴雨下 對 暴雨下來講 但是下在海南島上面 這個颱風已經讓這個海南島 已經快受不了了 對 甚至呢 還有這個狀況是 油罐車 你看油罐車有著重 油罐車呢 在行進過程當中 就直接卡住了 然後陷到裡面去 我們看看油罐車的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哇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直接卡下去 被吹倒了 但是幾頓重的油罐車都會少下去 然後呢其他的地方呢 路數也是連根拔起 那我們在講說 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是目前的巴比倫 那如果是 凱米颱風 五倍大的凱米颱風怎麼辦呢 我們看到了 中國有九個颱風被除名 九個颱風被除名 都是類似的路徑 對 九個颱風都是類似 直接打到福州 直接打到浙江 我們先看一下龍王颱風 龍王颱風 大家聽到這個名字 其實印象深刻 但是已經是2005年 那個時候他就是登陸福州 導致全城被淹 所以呢有上百人的一個傷亡 和失蹤 所以龍王颱風之後呢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害怕 所以龍王颱風的名字 就拿掉了 對 就拿掉了 但是呢這名字 大家都非常有印象 再來是蘇迪勒 蘇迪勒也是中國福建 大規模的一個停電 然後34個人死亡 再來是莫蘭蒂 天歌 山主 最可怕的就是 大家印象最深刻是 宣蘭諾 因為宣蘭諾來講 對台灣來講 大家都會有印象 那個時候看這個路徑圖 就是覺得說他要給人家了嘛 就要往這個地方來打了 結果沒有想到 竟然在這裡 9月1號 9月2號 然後V型反轉 V型反轉 打到哪裡 浙江 直接往浙江福建那個地方下去 所以下去之後呢 當時造成他們很大的一個傷亡 所以他們說 這是一個超長的一個颱風 那如果這次的開明颱風 這樣子過去 又沒有經過雙江山脈 來破壞它的結構體 那是不是就跟過去的這些龍王 宣蘭諾一樣 要直接打到福建 或是浙江 而且你想說現在中國 是烏漏先逢連夜 現在整個中國 水患不在 在七大水系裡面都有水患 對 你終於水患這麼嚴重 結果你還有一個颱風要過來 而這個水患恐怖在哪裡 我們跟你講 你現在在重慶 你現在在陝西 你現在剛剛講 你現在在這個鄭州河南 你現在在這個山東 全部淹大水 現在來講沒有一個地方 不淹水 河南鄭州那個時候呢 其實2021年7月20號 720他們都印象深刻 因為在2021年720發生了這種強暴雨 造成很多的一個傷亡 所以呢 720我們終於躲過了 但是你躲了過初一 躲不過十五 因為722又來了 他們說呢 鄭州是一秒入夜 他們這種颱風來之前 都沒有 都還沒颱風來 一秒入夜 他們說這個畫面看過去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縮時攝影 感覺上就是一個雲層過來 然後呢 一個 對 一個黑雲 然後過來之後呢 全程入夜 全程入夜之後呢 就開始下大雨 然後開始刮殘風 然後很多的人就想說 哇 完蛋了怎麼辦 甚至呢 有人呢 直接在公車裡面 嘴花就漸進來 然後呢 在公車你算還好喔 這個畫面 是因為公車底盤比較高 有些人是開私家車 開私家車 你不敢下車 然後呢 躲在車上又怕被衝走 就這樣子受困了好幾個小時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他們就想說 如果在這種情況 颱風還沒有來 然後呢 就全程淹成這個樣子 而且剛剛講的 不是只有 剛剛講的鄭州 現在山東也一樣 對 其實山東來的時候的話 非常的可怕 它是晚上 然後晚上的時候呢 突然變白夜 這個我們剛才講 是一秒入夜嘛 這個是黑夜變白天 為什麼呢 因為瘋狂的打雷 瘋狂的閃電 他們一開始 這個拍攝影片 還在數一個兩個 沒辦法 沒辦法數了 因為它是連續的 這不是replay的重複畫面 它就一直打雷 打雷閃電 打雷閃電 然後那種暴雨的情況 我們看一個畫面 暴雨衝到了這個街道上面 另外來講的話 這個畫面我覺得非常的辛苦 這是一個物業小姐姐 物業小姐姐那個時候呢 發現雨進來了之後呢 怕淹到客戶的車 怕淹到住戶的車 竟然一開始拿個板子 擋住水 結果沒有多久 擋不住 擋不住 那個水就這樣 後來自戶就跟他講說 算了吧 別擋了 就走吧 咱們車不要了 因為這種情況 一開始它都是小小雨 小小水 你都覺得說 我應該撐得住吧 可是一瞬間 雨就淹起來了 雨就淹起來之後呢 你擋都擋不住 好 哲哲 剛剛講的現在這個 凱米颱風不是只有台灣擔心 現在這個凱米颱風 雖然會經過台灣 可是它不會經過中央山脈 它在這個北部 掃過去之後 你說它的結構 不會受到很大的破壞 不會受到很大破壞的狀況下 不管你到了福建 你不管到了浙江 都會造成巨大的傷害嗎 對 因為它比較偏北 昨天我們講 如果它是走西北台的話 那直接直撲到浙江 那是那個危險最大的 可是如果它偏北的話 它的這個主要的 還有一大部分的這個暴風區 都是在外海通過 所以說 對它來講的話 它並不會減弱太多 那它經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台灣海峽整個海溫也是高的 也是30度 所以它還可以在虛擬能量 繼續往大陸走 所以對福建 浙江會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你講說 這個西南風不但會清醒我們的中南部 也會清醒到中國 沒有錯 因為西南風本來 如果說西南氣流的話 對台灣來講是去日本的颱風 西南氣流會帶到台灣來 可是這個是往大陸去的 往大陸去的話 它整個西南氣流 整個這個進風潮 會升到大陸的這個台灣海峽上去 所以整個會帶到這個福建 浙江這邊 對大陸的影響比台灣還要巨大 對大陸更嚴重 對 因為他們沒有中央山脈 沒有這個復國神山來擋 那我們台灣也會 禮拜五也是會受到這個西南風的影響 那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後續的狀況 好 所以回程 剛剛講不是只有台灣緊張 現在日本緊張 菲律賓也已經受傷害了 中國更緊張 因為它要遲步中國而去了 是啊 尤其現在其實呢 中國的這邊的鄭州 已經陷入了一個暴雨的狀況 他們在一兩天之內 應該是說 大概不到24小時時間之內 你現在他們就說 一夕之間 整個天空都變成烏雲一片 然後強降雨的狀況 然後局部甚至下了100毫米 所以導致其實鄭州非常多的地方 全部都淹水 你看真是 整個水 就是從樓梯這樣整個排下來 那我們知道 其實鄭州在2021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 他們京廣路隧道淹水事件 所以你看到平面的那個 都已經淹了這樣的水那麼高 而且坐在車裡面 甚至就有比輪胎還要搞一個情況 潛艦鄭州這一個 一天之內的一個強降雨 導致的真的是 淹水的地方很多 包括你連坐在公車裡面 你的這個下面的 他們都說大腿都已經濕了 所以就想到說 這個也 不過才下幾個小時雨 怎麼會搞成這樣 這是什麼 狗狗在幫主人推車 就是在幫他主人 祝他一臂之力 他們都想到說 真的是這個強降雨的狀況 連這個狗狗也 你的車子都拋錨了 都拋飽了 然後他們就在郵政 往下拍的狀況 你看事實上 那個道路裡面有多少車子 全部都是泡在水裡 所以我現在看到這個 是高架 高架只像是道路 道路都泡在水裡了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然後他們就想到說 天啊 這一次 不知道又有多少車子 就因此要泡在水裡面而壞掉 然後他們其實很多人 就拍影片講說 這是讓我想到了 上那個三年前的那個 720那一次 你知道那一次那個隧道裡面 淹了一百多輛的車子 有六個人上面 所以他們每個鄭州人 只要像看到這樣子的強降雨 瞬間那個整個機翼又回來了 然後包括這個也是你看 整個車子都泡在水裡面 很多地方都是同樣的情況 還有呢 河南的高速也一樣 就是被整個水 你看它只能 你看水淹成這樣 高速公路上水淹成這樣 到最後他們怎麼樣 他們只能回頭 所以本來是有往前 有沒有 這裡 前面全部都淹水 所以它就從中間的分隔島 弄出了一個路 所以那些人全部都開回去 有沒有 現在那個大卡車 因為前面水太深了 對 完全過不去 所以它現在全部都只能回頭了 你知道 他們就說 車子開著開著開一開 還飄了起來 因為這水真的是淹了 而且那個開車的人還想說 哎呀 前面那樣的車能過 我們就能過 我們就能過 就突然之間就浮起來了 然後呢 他們就是 還有講到什麼呢 他們就說 這個車子怎麼感覺上 也不是下了一點雨而已 才下了幾個小時雨 為什麼會淹成這樣 所以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現出說 事實上的證州啊 這個之前排水的工程 根本就是作假的 你這其實非常危險 那個人怎麼樣 他把他的手機 咬在水裡 嘴巴上 為什麼 因為他去分享他的位置 給這些救難人員 那個手機淹到他脖子了 對 就淹了一兩公尺 然後你看還好他從頭到尾 他嘴巴都咬著那個手機 所以他可以分享 你看他抱著一棵樹 他可以分享他的位置 跟救難人員 所以他還好 他真的就是幸運的脫離險境 然後他想說 哎呀 你還真的是滿機靈的 然後後面就講到說 其實類似的狀況真的很多 那你包括這個十萬隻鴨場 整個都潰堤了 然後所以那個鴨 FREEDOM 那就開始亂竄 你知道嗎 所以所有的鴨 全部都開始逃開了 但是你也知道 就是說像類似的狀況 你就會講到說為什麼老是 又是鄭州 感覺上只要下雨 鄭州這種情況都不 只會淹得更財 沒有最慘的一個狀況 他說最簡單一件事情 就是過往幾年 不管是每一年都在所謂的整治 每一年都在是做這個排水的工程 但是每一年事實上都不成功 像那個去年才花了25億元賺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就是這個排水系統 而且他們就說不是啊 這次雨根本就沒有淹到那邊去 所以換句話說 他那貼磁磚根本就 要不然就貪污 事實上也沒有任何的一個 整治水的一個功能 老杰 中國更是風行神經 中國更嚇壞 中國形容得非常誇張 你還要說什麼 他說這個凱米已經變成這個 巨無霸颱風 他說他已經吃成巨無霸颱風 他們非常緊張 為什麼 最近中國到處都在水患 這個長江水患之後 這個黃河水患 黃河水患 山東水患 然後這個陝西有水患 如果這時候再來一個颱風的話 他們受得了嗎 受不了 而且他們雖然很緊張 他們說什麼 他們現在因為目前為止 在中國這個附近有兩個颱風 一個是巴比倫颱風 在這個海南島這邊 然後他們現在更緊張的是這個 這個所謂凱米颱風 他們說凱米颱風是巴比倫的五倍大 而且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是這個颱風的這個 這個衝破對流的這個頂風 他說海水溫高是歷史極端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他們分析 在他的中心這個地方的這個 上層溫度是零下96度 但是在海水溫度是35度 他說這種這麼極端的 這只會讓它越來越強大 而且它中間真的會非常非常 等於說你是上下是141度 對 上面來說是-96度 下面是30幾度 這樣這麼大落差 他說什麼 他說颱風界的這個狂暴雙星的 他說有可能會生不成這個超強颱風 直撲滑東而去 這次凱米颱風 在24號中午11點 也就是禮拜三的時候 大概就到這個位置 可是現在所有的氣象專家都預測說 它有90%的機會會清洗台灣 它不管是登不登陸台灣 或者是變成了西北台 都會對我們的北北基陶造成重大破壞嗎 對 的確 如果它變成西北台 就算它不登陸 它還是會造成非常非常大嚴重的破壞 尤其是我們看到它這個關鍵就是在24號 24號的中午之後 它沿著石原島往西北走 你看到這個是模式預測的 歐洲模式非常準確的 非常穩定的 它就是一個西北台 通過了這邊 然後直撲了到大陸的浙江省 所以大陸也是非常非常害怕 難怪中國那麼嚇死了 沒有錯 然後它的整個風速看到整個都是紅色的 就是強風暴雨都是進來的 如果我們再把它切到海溫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海溫在美國 整個海溫都是超過31度的海溫 所以說由於美國的預測 我們看這個黃線 這個黃線是美國今天上午的預測 這個到今天下午 雖然它有在擺動 稍微從外海慢慢擺動到台灣這邊 可是大致的模式可以看到其他顏色 紅色 綠色 藍色 都還是有部分在海上 有部分在陸地 換句話說它很可能未來 就是沿著台灣的北部沿海去上去 這個時候 讓我們要注意看到它下一個狀況 可是不管它到底有沒有中心 有沒有登陸 都會對台灣造成影響 對 的確 如果我們來看這個 剛剛那個預測 我們把它停格在25號的早上清晨的時候 它的位置在這邊 這是歐洲模式的預測 這是另外一個模式 它們都是高解析度的 歐洲模式大概是9公里 這個是5公里 高解析度的模式 它是走的是偏向西北台 歐洲模式接著台灣這樣子上來 切進來 可是你看到這個紅色的風 紅色的氣流風 都是會灌到台北市這邊進來 這個也是一樣 直接灌到台北市 通常會灌到台北市 從淡水沙沙口灌進來 所以說如果它走的是西北台 或者是從北部沿海通過的話 對北部來講 尤其是對大都會的台北市 大台北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 而且你說走這個位置 更可怕的是它完全不會被破壞 它的風強宇宙會直接侵蝕來 而且更可怕的是 這個位置的話 它直接鋪到浙江 浙江黨都沒得到 對 沒有錯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因為它這個更高解 就是5公里的 所以它這個結構 你看這個直的更直 比這個顏色還更深 表示它這個風速是更強的 更強的話 我對浙江來講 它就是直撲了 幾乎沒有 結構沒有破壞了 當然對台灣來講 這個還是它的眼牆 它的外圍 還是會進到北部 那北部不是只有風而已 還有雨 那都是我們要進一步的去探討 那剛剛講 就是凱比颱風大家的預測 不管怎麼樣 它都在台灣的周圍 然後都會對台灣的造成破壞 它也有可能是西北台 那你還提到說 還要關注的是什麼 它有一個紅台會 有一個西南氣流 就算剛剛講 它籠到在整個北台灣 看起來高雄沒事 可是這個西南氣流 帶進來 也會影響到高雄 也會影響到了屏東 對 因為它的暴風圈 目前的暴風圈 這邊只有120公里 這是今天早上 只有到120公里 可是未來它在上來的時候 它吸取了高海溫的熱含量 所以它會變成250公里的半徑 暴風圈就是500公里 所以看到這個圈圈 就是500公里 這個是25號禮拜四的 早上的狀況 它的位置大概就在北部這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 整個嘉義以北 花蓮以北 都在它的暴風圈裡面 尤其是西部地區 中央山脈的沿岸 都是它的迎風面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風大 風強雨大 那北部更接近它的這個颱風中心 是它眼強會通過的地方 那中南南部地區的話 雖然不在暴風圈裡面 可是這邊會有一些西南風進來 因為它這個颱風是往大陸去的 是西南風 西南風不是西南氣流 西南氣流是往日本去的 它往大陸去的話是西南風 可是還是會跟這個風造成一個符合 所以中南部的這個狀況 在禮拜五禮拜六還是容易下大雨 這個我們不能小觸 好 那之前 你說對整個北部地區造成最大災害的 都是這個路径 都是這樣的西北台 是 沒有錯 這一張圖 因為它今天已經變成中央颱風了 它有一個7級暴風圈 另外還有一個10級暴風圈 你看10級暴風圈 這個紅色的 就是它10級暴風圈 就是涵蓋在北部地區 這種狀況的話 都是超過10級以上 可能它會超過11級到12級的陣風 好 那剛剛市中特別提到 就像以前 艾力颱風的路径 跟這一次是非常相似的 是 走西北台的颱風 它就是中心沒有破壞 所以說它的風 就從淡水而灌進來 所以說造成北部的基隆 很多地方的話 都是造成山崩 你看它這個泰式 都是這樣走的 它幾乎沒有受到地形的破壞 這種沒有地形破壞的颱風 我們要特別小心 它就是走在台灣 跟彭嘉宇中間這樣通過 通過的話 這種的風雨 它的眼強沒有被破壞的颱風 對北部地區 是絕對是非常大的障礙 我們絕對不可以小觸它的嚴重性 好 玉鵬 另外跟大家講呢 現在中國非常的緊張 是因為 中國現在我們講 之前是它七大水系 全部淹大水 對 而且現在這個水患 還在持續當中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不管是在盛納的地方 在四川很多地方 都發生了這個強暴雨 強暴雨之後呢 在半夜裡面 竟然把一個村子給滅了 這個情況非常非常的危險 這個地方在哪裡 在四川的雅安 雅安那地方呢 其實周邊有很多的 他們出去外面做的民工 他們已經知道說 哎呦已經要下暴雨了 趕快回家 結果沒想到在半夜的時候呢 竟然 遇到了暴雨 所以暴雨下去之後呢 很多人是要趕快回家的 沒想到遇到暴雨之後 山紅爆發 你要回家的路上 直接變成了一個 一個死亡陷阱 然後全部就把它給衝走 那到目前為止呢 可以知道說呢 這個突發性的暴雨 到目前為止 大概有一千多個人 都受到了一些影響 那其中有大概三十個人 現在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情況之下 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半夜的時候 就衝走了 衝走的情況之下 你用鳥看著回去看 很多的房子 就是不見了 然後呢 現在書尾書記到處去找 到處去找 恐怕到目前為止 找到的狀況 其實並不樂觀喔 因為雨還繼續在下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辦法把這些 被衝走的人 給找回來 有這麼嚴重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呢 包括陝西 包括寶基來講的話 我們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 你現在來說的話 比較滾滾洪流 這個過去很難看 想像看這在城市裡面 怎麼會發生這種可怕的一個畫面 都市裡面 然後呢 有很多的車輛 其實停著 就直接被衝走了 那衝走的情況之下的話 沒有人敢去救啊 因為你知道嗎 你一上車 你可能車子 連人就被帶走了 那被帶走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是城市喔 這個過去來講的話 旁邊是可以停車的 對 只是你衝到最後 你也看不出來說 我為什麼明明可以走車的地方 可以行車的地方 現在來講 怎麼就像是一片汪洋一樣 而且你看到 那個前面那個橋 根本就斷掉了 對啊 然後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裡 這個地方也是在陝西 陝西的榨水高速公路 這個橋 這高速公路 這高速公路斷的太可怕了 它這個高速公路 六年前蓋好的 然後當初是一個 示範系的工程喔 通車的時候也是盛大的 結果六年不到的時間 這個地方竟然斷掉了 才六年 六年 然後更可怕的事情 它斷掉的時候 上面 有很多的車子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至少有25台到30台 根本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台 對 然後走著走著走著 蹦 車就不見了 然後車就不見之後 大家就會想說 奇怪怎麼會斷成一大截 這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切面怎麼會切得這麼乾淨 如果你是一般來講 洪水把這個橋墩給沖走的話 那會有一個拉扯的力量 因為你一直沖一直沖一直沖 但是它上面有結構嘛 你會拉扯 結果不是 你怎麼會斷得好像是接近90度 那你是不是豆腐大工程 好 以後再來就責 但是裡面上面 30台車輛到哪裡 找到的 4公里後 4公里後 你知道嗎 滾滾洪流 然後上面那個不是一般的水而已 裡面還有泥石 所以4公里後 找到的車就是這個樣子 幾乎 你已經看不出來它的結構體是怎麼樣的 都爛掉了 對全部爛掉 然後正式一台貨車 貨車裡面的人呢 也不見了 所以呢 看不出來它這車了 所以剛剛的貨車只剩下底盤了 只剩下底盤 然後這些車一樣喔 這些車已經被扭曲變形 然後呢經過拉扯之後啊 你已經分不出來哪個是A柱 哪個是B柱 哪個是C柱 更可怕的是說 你所有的窗戶玻璃 全部都沖在了 沖上完之後呢 現在裡面的駕駛沒有一個找到 你連車子都在4公里後 才可以有辦法去搜尋到它 那你人如果在衝擊過程當中 你被拋出車外 那雨繼續下 對 你根本不知道去哪裡了 對 根本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呢現在來說的話 在這個地方包括寶基 包括陝西來講 這麼嚴重 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 那在開封也是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的四川 你現在講到陝西 對 現在連河南都不一樣 對河南的開封也有 而且這個暴雨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那你就下雨的時候 你怎麼還出門 不是 他們說 我下班總是要回家吧 我開車開車開車 然後呢 雨就滴滴答答 滴滴答答 然後最後 水就從下面淹上來 他們不是從上面淹來 是從下面淹上來 所以他們說這個暴雨是來的太可怕 而且呢這個是晚上 晚上的情景 大家仔細看喔 導播我們繼續Play 晚上的情景是怎麼樣 天啊 整個晚上都已經打雷閃電到 快變成白天了 這是馬路上面 如果你想要回家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閃光是閃電 整個都衝進來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水就衝進去 那衝進去之後呢 大家就在想一件事情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救車 因為有些地方 去救車之後 人沒有回來 所以呢現在來講的話 你只要雨 強降雨 然後雨水灌到地下場 他地下室停車場 他根本不敢去救車 而且先講到了三峽大附 之前不曉得九孔全開 對 他現在已經不准你五人機 在上面空拍了 因為他現在十二孔了 九孔全開之後呢 十孔全開 十一孔全開 十二孔全開 然後呢之前來講 大家很喜歡看到畫面 你這個打開全孔 十二孔全開 然後畫面很壯觀 現在不准空拍繼續拍了 因為這個量真的是太大了 但是大家要想喔 你在上面十二孔全開之後呢 你中下游這些城市怎麼辦 你四川的成都 重慶 武漢 南京 上海都在中下游 我們剛才看到那些地方 比如說陝西 河南 都是已經淹大水了 強降雨了 你用十二孔開下去 中下游的人民 這個他們該怎麼辦 我們剛剛講 你為什麼要蓋水壩 你要置山防洪 你要蓄積水源 而且你要防止這個 所謂的洪水氾濫 可是我覺得三峽大附 現在剛好是七下八上 從七月的下旬 到八月的上旬 這個是中國洪峰最嚴重的時候 也是水患最嚴重的時候 可是這個時候我剛剛講到 三峽大壩又放水了 我們上旁邊才講 它是九孔全開 現在我們先聽到這消息 十二孔全開了 對 十二孔為什麼要全開呢 因為它上游 基本上已經下大雨了 而且這個地方來講 開始積水 剛剛我們提到 從陝西一直到華南 其實到處都在淹水 那為什麼這個長峽三峽 要洩洪呢 而且十二孔全開呢 就是因為上游已經撐不住了 但是下游怎麼辦呢 上一次來講的話 因為它這樣子洩洪之後 下游整個淹成一片嘛 對啊 那你知道嗎 它當時 我跟你講我們當時 在講三峽大壩的時候 它為了要保住三峽大壩 我就全部洩洪 洩洪到什麼 它把整個安徽 一半的土地 全部都把它洩洪池了 是啊 十二孔開始放水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速度多驚人嗎 你知道嗎 他們有統計 五分鐘的放水 就等於放一個溪湖下去了 所以你知道它現在 五分鐘放一個溪湖 對 五分鐘放一個溪湖 那現在放多少溪湖下去了 所以對下游來講的話 現在有些地方 也已經開始在淹水了 而且開始淹水一變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這也是跟他們的防洪措施 是有一些問題了 所以這時候大家都會想說 那到底長江三峽大壩的上游 到底狀況怎麼樣 就有人想要用空拍機去拍一拍 你知道嗎 現在全面管制 不讓這個畫面對外放 不能空拍 而且當地的這個公安呢 都已經拿那個干擾槍 在旁邊stand by 如果有任何無人機出現的話 我就把你整個干擾下來 這個干擾槍是把無人機打下來的 是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呢 因為當局來講的話 他們看到過前幾年來講的話 有很多三峽大壩的這些訊息 一直往外送啊 那可能會什麼 對他們當局不利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全面干擾 那這時候也看出來 中國內部情況不僅僅是經濟狀況不好而已 現在這種這個洪水災難 也會造成這個民眾的一個生活 處在一個水生火熱之中 而且以前習近平曾經講過 青山綠水好山好水 問題是現在來講的話 洪峰這個出現以後 結果呢完全擋不住 這時候剛剛好中共中央在開三中全會 也拿不出什麼樣的經濟對策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美國接下來怎麼對中國出招 其實習近平他也是挫了一旦 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三中全會的閉幕典禮 大家看到了習近平畫面 但問題是什麼 拿不出一個正確的 這樣一個經濟解決方案嘛 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也覺得非常奇怪 剛開始開會的時候 新華社對外講說 這個習近平是個改革家 結果過了幾天之後 全部被撤掉 全部被拿下來 大家覺得說 本來不是說新華社 它是屬於正部級的喔 正部級來講的話 這個宣傳應該是誰管的 是蔡奇管的 結果蔡奇可能什麼 是高級黑 要被習近平發現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把這些文章全部拿掉 但是拿掉之後 也沒有補上說 現在中國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有人說現在習近平非常依靠王滬寧 但是王滬寧他是做意識形態的 他也不是經濟專家 他也搞不出一個什麼經濟政策出來 所以現在中國內部來講 除了洪水之外 另外經濟狀況也不好 整個一團亂 剛才看到的 如果從衛星瑜估上看 這個台米颱風 又大又結實 風大宇宙 風大宇宙 而且剛剛看到了 這個雨慢慢往西北走 往西北走 到了24號 它就會整個在籠罩在 整個北台灣了 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台米颱風 還不是它最強的時候 保證人知道 它現在還在變強變大之中 為什麼這樣 它現在是中度颱風 因為周邊的這個海水 保證人知道 目前為止來說 往常這個地方都是25 26度 現在這個地方 溫度已經來到30度以上 所以它持續在吸飽這個水分 那你知道 事實上以目前為止的 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它約莫在這個禮拜三 禮拜四的時候 會來到台灣附近的時候 恐怕會造成相當大的災害 尤其是它有可能會 掠過台灣的這個北部的時候 形成一個西北胎 台灣人聽到西北胎 就是剉的蛋 所以你知道這一次的 凱米颱風 絕對不能夠小觸的一個情形 不然你看這個路徑 剛剛講這凱米條幫我西北走 這個西北走 你走到這個地方 海水都是紅的 海水紅的30度以上 30度31度 然後在這個地方快速的增加 快速增加了以後 它是不斷的在蓄積它的能量 沒錯它一直往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海水的溫度 你看以這個目前它周邊的海水溫度 都相當相當的高 所以它繼續在吸收能量 那中國大附近他們有做一個 相關的研究 它說它現在的這個 中心位置的這個高度來說 已經上空是零下96度 但是它的海面 是這個零上34、35度 所以這個溫度那麼大 你就知道它裡面對流是多麼強勁 高低溫才100多度 對所以它隨時還在一直轉強 它轉強的這個溫度 這個狀況一直在持續之中 那尤其是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這個 所謂西北台 過去我們有什麼 包括泥沙颱風 葛勒里颱風 那加上說最近又遇到所謂的 這個年度大潮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台灣 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好 我們看到現在 就有兩個颱風 在台灣附近形成 一個是凱米颱風 直估颱風而來 另外一個離我們比較遠 巴比倫颱風 可是我們剛剛看的畫面 對 巴比倫颱風它的結構 只有凱米颱風的五分之一 是的 正要講是一個小的颱風 對 它現在對於海南島 也造成很大的影響了 對 沒錯 目前為止有兩個颱風 一個在凱米颱風 另外一個是巴比倫颱風 巴比倫目前在哪裡 在海南島 欸 保險你知道嗎 中國說什麼 這個凱米颱風 是巴比倫的五倍大 所以巴比倫根本沒什麼 可是你看 它在海南島 也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對 它包括說現在 這個老人住在家裡面 他的這個水箱倒下來的時候 砸到他 你看這個老人現在 壓死人了 整個砸到他 另外一個 在海南島目前為止來說 到處都是露宿 倒的倒 塌的塌 然後到道路縱亂的這個狀況 所以中國民眾很擔心 他說啊 現在這個巴比倫 只是他的五分之一而已 就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那如果這個西北台 過去的時候 掠過台灣沒有造成損害的時候 可能到中國到的去 保險 浙江很多地方 現在都準備 剩在淡的一個狀況 好 看到現在 這個就是凱米颱風可能的位置 如果他沒有登陸台灣 他就再往旁邊繞過去 繞過去了 恐怖什麼 他整個外國海西北風 最怕什麼 進到淡水河口 進到淡水河口 他就直接灌到了台北盆地了 對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他受到這個 相關氣流的牽引來說 他可能會略往北 往北的時候 可能會變成個西北台 那保險為什麼台灣 那麼怕西北台 第一個 他略過北部的時候 因為結構沒有受到破壞 所以他雨還是會下得非常多 下得非常多的時候 在台北盆地照理說 我們要排出去往哪裡排 往淡水河口 可是因為他這個西北台的時候 風往這邊吹 吹進來的時候等於是 你要往外排 不好意思 沒辦法排 加上說如果又遇到潮水 漲炒的時候 那個雙重效應 所以為什麼提到西北台的時候 台北人都 糟糕又是西北台 大家很擔心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他的結構 的確對北部來說 要排水更加困難的一個狀況 他講說現在已經有九成的機會 會整個清洗台風 對 你看目前為止 我們相關氣象署 相關出席的資料裡面來說 他說會受到暴風清洗的機率 你看基隆98 台北市97 然後宜蘭97 然後包括說 新竹縣97 因為或是北部這個地方 大概有九成以上 都會受到這個清洗 那不就跑不了了嗎 對 那在花蓮是大概八成 然後中南部是比較低 不過我先知道 因為中南部來說 西北台走的時候 他可能會牽引這個西南氣流進來 尤其是 西南風 對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全台灣 尤其是大概到了週三 周四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感受到 非常明顯的 風大雨大的這個狀況 特別是在北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講說 他其實跟2017年的 尼莎台風是蠻類似的 對 目前我們講 事實上他的這個路徑來說 西北台嘛 跟尼莎 或是說跟以前的葛勒里很像 那我們來講 事實上我們必須說 哎 昂出了這個傷害真的蠻大 大家最有意象的 對 就是1963年的葛勒里 大家真的聽到完全嚇到 你看葛勒里的路徑 就有可能是這一次 這個凱米的這個路徑 好 那當時呢 實際上我們當時的 這個是當時的畫面 整個街道上面 你看公車已經 這個輪胎都被淹到 不見的一個狀況 那當時摧毀的 包括說像道路啦 橋樑啦 那造成了很多人的這個 受傷跟損害 所以那事實上這個 所謂西北台 對於台灣來說的話 真的是壓力 非常大的一個情形 現在的天灘真的來得 又急又快 這個凱米台風 本來只是一個熱帶地下 沒有想到一下子 瞬間的 今天告訴我來講 那是中台了 而且中台它還在擴張 還在吸收整個能量當中 現在有可能 在中國來講 它說它有可能變成一個 巨大的怪獸 那這個巨大的怪獸 看 凱米台風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巴比倫 巴比倫整個結構 規模比它小很多 可是沒有想到 現在這個巴比倫颱風 到了海南島 對 已經發生災情 而且現在 整個中國 烏漏偏逢連沿雨 它幾乎 每個地方都有災難發生 對我們先來看一下 巴比倫跟凱米台風來講 真的差很多啊 小小一個 可是來說的話 其實海南島 它之前剛有下暴雨 強降雨 洪災過後 你看好不容易走了嘛 結果巴比倫一來 巴比倫造成什麼樣子 其實也是很大的風吹雨打 然後呢這個老先生在家裡睡覺的時候 竟然門就垮了 然後整個 就進來 然後睡到一半的時候 怎麼會這個狀況 真的是大家都嚇死了 睡到一半 差點就被活埋了 巴比倫不大 可是剛剛講的這個房子已經垮了 露宿也倒了 水也淹了 而且整個道路 整個道路開始出現 也有坍塌的狀況 剛剛講的 中國就非常緊張 中國講 我們叫做這個時候的凱米 它叫隔美 他說現在幹嘛 最擔心的是直奔長江 現在整個凱米颱風 已經吃成一個巨無霸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其實在很多的長江 中下游的地方 已經很多的一個災情了 如果凱米又變成巨無霸 然後又登陸過去的話 那恐怕是不能收拾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兩天大家就注意到說 中國的陝西 陝西照你叫做黃土高原 以前很少這樣的一個水壞的 就沒有想到 它現在暴雨山紅 暴雨山紅現在已經 剛剛講的那個車輛 整個25輛車 全部墜入河中 我們先來講這一次為什麼陝西非常嚴重 陝西非常的大 但是陝西全境都下了強降雨 全境都下了強降雨 然後這棟房子也是在一個暴雨的情況之下 山紅又爆發 房子就不見了 然後這個是它的電線桿 其實電線桿是在馬路上面 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電線桿怎麼會蓋在這個河道上 沒有 那是因為沖刷 沖刷沖刷 你變得河道越來越大 你才會覺得說 天啊 怎麼電線桿是在河道裡頭 前面的道路都已經被掏空了 然後掏空的情況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樹木是直接被這個洪水給帶走 然後一層一層一層 這個水流是越來越湍急 然後最後衝到最後就出現什麼 山體滑坡 所以他們陝西做了一個統計 從這個7月15的8點到隔天的12點 竟然有580幾次 526次的一個強降雨 好 那在這一次裡面 你會說你這個山邊嘛 你這個直批不好嘛 我們來看一下在這裡 在這裡面竟然是一個高速公路 然後這高速公路 這個畫面其實你可以看到 水距離橋面還有10多公尺 所以呢 你不是被水直接沖走了吧 你明明就是還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對 可是它竟然不見了 這個橋真的是斷掉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它是深夜斷掉的 所以呢 你橋斷了之後有沒有 你後面的車 你根本不知道 你說一輛一輛掉下去 對 所以總共有25輛 它斷得非常平整 對 25輛的車根本不知道 前面橋就斷 然後就啵啵啵啵就斷下去 斷下去之後呢 這個橋面 現在來講大家就說 你這肯定是豆腐紮工程嘛 如果你是因為洪水沖刷之後 那你是有個拉扯的作用 你不是 你是直接就給斷掉 騎頭式的斷掉 那斷掉之後呢 車子怎麼不見了 總共有25輛車 然後呢 最新找到的車在哪裡 在4公里後 4公里外你找到車 然後看一下這個掉掛的畫面 你這些車你已經看不出來 它原本是製小客車 還是鄉型車還是貨車 因為都打爛掉了 因為咪咪茂茂 然後呢 最可怕的一件事是 你找到車了 你救到車了 可是 人呢 人不見了 這些車子裡面都沒有人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車子都撞爛掉了 撞爛啦 因為你看旁邊 還有很多的那種大的石頭 那一顆石頭 都比你四個輪胎的 其中一顆都還要大 你這樣撞來撞去 撞來撞去 就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這是貨車 貨車後面還有一個車斗 剩下補駕了 對 車斗已經不見了 然後呢 駕駛也不見了 所以大家就想說 這個高速公路 從2018年到現在 才六年的時間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一定有 很多很多的貓膩在裡頭 而且我們這裡講的 上個表面講 這個寶基也出現了這個洪水 對 還沒結束 大家想到說寶基這個洪水 你那時候我們看的時候 是在鄉村嘛 好 你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新的大樓 新的大樓最可怕的 這件事情發生了 晚上睡到一半 物業一個一個打電話 說水要進來了 你們家樓下的車 趕快去移車 那你就想說 哇 這個物業 對我們很好嘛 叫我們去挪車 結果呢 很多人在上網就說 不是啊 我朋友住在這個大樓 裡面下去挪車 人就不見了 然後水就淹起來 淹了三天之後 水慢慢的睡覺之後 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人死在裡面 物業叫你去移車 結果你以為說他好心 你要移車出去的時候 一時之間水加泥巴 全部灌進來 灌進來之後 這情況是 灌到整個地下室停車場 滿的 而且跑都跑不了 所以你是一個 一個逃命的機會都沒有 然後你拉拉 陸陸續續把它拉出來 發現每台車裡面 都是泥巴 都是泥泥 看這樣子就很像 去年那個鄭州水壞變 在那個地下道 你如果塞在裡面 你進不得 退不得 現在這個地下道 就出現類似這樣 你現在聽到物業說 我要把車子挪開 結果你發現大家車子跟不出去 當車子出不去以後 你就被塞在中間 塞走你 到時候你想跑 你都來不及了 這就是最可怕的一個情況 物業打電話叫你去移車 你真的想要叫你的車嗎 你下去之後呢 你發現說水進來 你出不去 出不去的情況之下 你想要逃車 你要回去的時候 來不及了 泥巴也來了 來不及了 所以你三天之後 水退了之後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泥巴不是在地面喔 這泥巴是在整個 這個蓋在擋風玻璃上面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之前泥的時候呢 是整個滿意的 是整個full size 然後你拉出來之後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痛啊 對 很多人講說你物業 這個就在地下室 這個大家就排隊整著出去 對 根本走不了 全部被 還有被泥巴塞掉的 這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那個死者的家屬就說 你這個 肥瑞城的物業 要給我們家一個交代 如果不是你叫 我們不會去移車 那你不確定說 你這個水有辦法來控制的情況之下 那你不是叫他去送死嗎 那這個水推下去之後 看到這個情況 真的非常慘烈 而且我們講 叫遍地烽火 現在在中國是遍地水壞 現在剛剛講 你從陝西 現在是四川 四川剛剛講的 深夜這個山紅 這個山紅一個村都沒有了 這個真的是非常可怕 他周邊已經開始有 有一些牆降雨 所以呢很多人在外地打工的 想說我們趕快回去 結果呢 在回去的過程當中呢 遇到的山紅 竟然直接給衝走了 衝走的情況之下 到目前為止死了八個人 但更可怕的是 失蹤三十個 那這三十個 都是你找不到的 因為你山紅的過程當中 是把整個村子給衝走了 那你找不到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還有機會 再找到人嗎 所以看到中國的媒體講說 他們根本就是睡到一半 對 來不及逃的 對這個整個村子 就睡到一半來不及 然後整個就轟走 那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來之後 你發了土石流 到目前為止啊 其實已經有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子 這山紅車下去之後啊 你那個車子 你不要說你車子有幾頓重 你就在滾滾喉流裡面 轉來轉去 你根本來不及逃 所以到目前為止啊 所以我就算上了車 我想跑也來不及 來不及跑了 八個人死掉了 然後呢三十個人失蹤 三十個失蹤的話 恐怕他不會傳來太好的消息 然後一千五百個受災 所以在這種強架雨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一路這樣講過來 河南陝西四川 幾乎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幸免於難 而這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後面還有一個巨無霸 後面還有凱米颱風等著來 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過去的話 你根本逃不了 好那為什麼現在 現在中國對我們的凱米颱風 這麼的緊張 因為它會直播浙江而去 而浙江更恐怖的是 浙江現在已經有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長江雨 現在你現在看到 就已經是浙江了 對 已經這麼多的好大雨 已經有這麼多的風暴 你還要來去一個凱米颱風 現在這種情況 是凱米颱風還沒有到 可是每個監視器 你可以看到 真的是拔山倒數而來 幾乎所有的監視器 你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飛沙走勢 全部都噴不見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在浙江加山這個地方 有一個三輪車 這三輪車就是這樣子 它已經拉起走煞車了 結果竟然滴滴滴滴滴滴滴 然後就撞上去了 幸好車上沒有人 可是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的強風暴雨 沒有人擋得住 然後你只要走在馬路上 你就陷到了一個可怕的遊戲場 車子撞來撞去 人飛來飛去 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再來一個凱米颱風 恐怕浙江是承受不住的 好 董哥我們先看 這個是廣東 我都沒有想到 人在家中做禍從天上來 我在我家中 應該風強到什麼 替我把外面 然後我家給吹壞掉了 這個地方是在一個高樓層 高樓層的情況之下 過去來說的話 颱風來了 大家會去拉一個 一個線 想要做弄好嗎 結果他說不是啊 颱風還沒來 我知道說要風大雨強了 我趕快去把門給關起來 然後還上了鎖 然後這個媽媽還叫著 小孩說走走走走 關好門了我們走吧 結果下一秒 小朋友看到外面在閃電 整片玻璃門 全部就直接給撞開了 然後撞開的情況之下 在這種情況之下 怎麼會這麼可怕 而且它跟過去來講都不一樣 以前是有東西打到 你那個小裂縫 可是它這種窗架 從窗戶落地窗的框架整個弄下來 他就知道說 這一種12級的強震風 對這種住家會帶來多大的一個煞傷力 它不是單一事件 還有別的 對 所以呢 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這種強大雨 其實強風在那邊的話 其實有非常多 都是直接給衝到客廳裡頭 然後呢 大家就想說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到底要怎麼治保 所以剛才講的是 現在是三中全會 你直接講 三中全會講的 一中是人事 二中是政治 三中是照講的經濟 未來五年最重要的經濟破壞 就要在這個會議裡面討論 這個是關乎未來 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 是中國未來至關重要 可是到現在為止 居然沒有一張照片流出來 不但沒有一張照片流出來 現在美國之音居然怎麼評論 他說 這個三中全會 是在水深火熱之中召開的 而且最近展開的這個三中全會 是歷史以來最詭異的一場三中全會 詭異 為什麼你看 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照片 任何的畫面 都只有文字 你看中國共產黨的這個 第三次的這個全體會議 在北京開始舉行 你看都是只有這樣 然後這一次叫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但是沒有任何的畫面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報導 剛才講的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這不是廢話嗎 是 但是你知道 每一次這個習近平出席的時候 都是個重要畫面 這次連畫面都沒有 為什麼沒有畫面 寶傑因為他們目前為止 處在水深火熱的狀態之下 可能他們自己目前為止 也失去了方向 為什麼水深火熱 寶傑你知道目前為止 中國的所有念得出來的七大水系 從北 從松花江 遼河 然後包括說像珠江 長江 包括懷俄等等 現在幾乎是全面氾濫 現在中國幾乎是 這個每一個河流裡面來說 都有水災的畫面出現 七大水系都泛濫成災 對 沒錯 那中國經濟目前為止 真的很不好 前一陣子公布的經濟成長率 只有4.7 跌破大家的眼鏡 你大家預估都要更糟 所以經濟議題是一團混亂 第二個追蹤的是什麼 寶傑現在人事鬥爭還是很激烈 目前為止李尚福 然後魏鳳和都被砍掉之後 現在對這個習近平來說 壓力最大是什麼 寶傑這幾天的時間點裡面 川普現在變成是求生1 他現在開始又要回來啦 這是中國最擔心的一件事 有這麼可怕嗎 開始打貿易戰的人是誰 是川普 開始在封鎖中國科技的是川普 拜登只是依循他的路線 川普現在還有川普2.0的 關稅大戰在等著你 所以你看這個時候的 這個三中全會 你要講什麼經濟啊 事實上這個時候 你講什麼都不對 所以你看美國之音說得非常清楚 水深火熱迎接三中全會 或許因為他們不知道講什麼 所以乾脆就不要讓大家看任何的畫面了 好 我們看到這一次 整個三中全會 感覺弄了一個閉門會議 竟然沒有任何資訊的流出 現在中國剛剛講的 你是全面的做水災 因為七大水系 從松花江 寮河 海河 黃河 淮河 長江 珠江 全部做大水 對 沒錯 事實上寶傑剛才點到的 七大流域來說 目前為止都在做大水 而且你知道中國有所謂的七下八上 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 是最容易做水災的畫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所有畫面 都是最近的畫面 寶傑 事實上從什麼開始 剛剛開始要混濫 沒錯 我們先從長江開始說 長江的上游在四川這一帶 你看在四川的內河 內江的田家鎮 寶傑 因為上游 出現洩洪的狀況 你看整個鎮上面的說話 所有的商戶都被淹沒 寶傑 我們不是講嗎 因為長江的上游 在四川跟重慶這一帶 四川重慶這一帶 目前為止水已經淹上來 水淹上來之後 他們說什麼 你這樣不對啊 我們這樣倒淹開 趕快洩洪吧 所以這幾天 這個長江這個大壩就洩洪了 三峽大壩九孔全開 現在九孔全開 結果九孔全開之後 寶傑 你知道 他們還做什麼事情 他們的官媒怎麼說 很多民眾到這個地方來看 壯闊的洩洪的畫面 寶傑 你這個根本是 這個很有可能會致命 為什麼 它上面的水都淹下來之後 下游就一定會氾濫啊 之前不是講嗎 現在的湖南湖北都在淹水 對 湖南湖北在淹水 你結果你長江上游 中上游 對 你的三峽還在洩洪 對 你看他們還說 猶如什麼萬馬奔騰咆哮而出 你好像是在喜事 在半喜事 但其實下游民眾看得很心驚啊 沒有錯 現在上游 因為淹還在持續下雨 所以他們必須要洩洪 但是下游你看 他一洩洪之後 你看下游的這個 湖北的這個丹江口 已經馬上被淹了 對 因為湖北就馬上 因為他們首當其衝嘛 你就在這個地方洩洪之後 下游的湖北湖南 就完全首當其衝 所以你看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部分比較低挖的地方 你看寶傑仔細看 這是車頂耶 現在只看到車頂的部分 你就知道說這個水液 你知道多高 所以他們當地民眾就說 你怎麼在這個時候洩洪啊 但是他們還是把它當成是喜事 來辦的一個狀況啊 剛剛講的 現在有人講說這個 整個湖南湖北叫什麼 星巴克它叫席巴克 為什麼席巴克 因為那個水 你感覺都像泡在咖啡裡面 為什麼他們現在就說 我們都在喝席巴克 為什麼泡在席巴克裡面 為什麼 因為星巴克是咖啡 咖啡的顏色 你看這個水的顏色 就真的很像咖啡 拉鐵的顏色 因為現在都是席巴克 這樣一個地方 他們等於是有點算是 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丹江口 丹江口就是因為除了 長江三峽的洩洪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最近剛好 這邊也在下大雨 這等於是雙管齊下 上面下暴雨 然後四個長江三峽的水 再往下淹 所以你看目前為止 丹江口這個地方 大家民眾都已經 快要笑不出來了 你看甚至淹到什麼 淹到這個所有的車 都被沖成一排的這個狀況 被沖起來是不是 對 被沖起來 沖成一排的這個狀況 甚至連襄陽也是一樣 你看襄陽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你看整個城市裡面來說 到處都是淹水的這個畫面 你看甚至這個民眾來說 他們現在被淹在水裡面 只能夠站在車頂上面 來求救的一個畫面 那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長江中下游 都是在長江上游淹水 長江下游也在淹水的一個狀況 而且現在 中國人非常憤怒的是 你照理講 你水壩應該有 調節水源的這個功能 沒有 現在剛剛講的 你現在天上下大水 你照理講 這個時候水庫 應該去涵陽水源 沒有想到 現在不但是 三峽大壩九孔全開 河南現在也非常嚴重 河南為什麼這麼嚴重 因為河南的水庫 也全部在泄洪 寶傑目前為止 你看這就是長江三峽大壩 它這個九孔全開的 這個奔騰的畫面 那你知道事實上很多人都說 明明我們這邊已經沒有下雨了 因為前幾天或許下雨 沒有下雨 為什麼水還淹 還在淹水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上游的這個水庫全部全開 那中國在很多河流的上游 都有非常多水壩 它原本都是要燃水來發電 但是燃水發電之後 結果沒想到在下雨過後 他們這個水壩怕撐不住 趕快洩洪 所以反而是 因為下雨之後 反而水會淹得更厲害 因為水壩燃了更多水之後 一放出來之後 全部都在淹水的一個畫面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它是河南的畫面 河南24小時發了5次的暴雨情報 而且你看這個畫面來說 你知道中國多慘 我們剛才講的是長江流域 所以都在什麼 這個四川 都在這個湖南湖北 現在來到了北邊在河南 河南是什麼 河南是黃河流域 現在黃河流域也是一樣 你看現在目前為止 你看在河南的這個州口 這個地方來說 洪災也來了 因為為什麼 他們在幾個小時之內 下了這個600毫米的這個雨量 下得非常大 但是這個黃河的水位也往上暴增 所以目前為止 整個你看 河南這個地方來說 你看已經民眾都已經被攔邀了 那他們好不容易在家裡面來 撐這個 弄起這個防水壩 那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甚至公車 這是南洋的公車 公車裡面都已經進水 進成這個樣子 那很多小區裡面雨下太大 所以小區從這個上面水往下灌 你看這個下雨就知道說 當地的雨下了到底有多大 那下雨的關係呢 他們目前河南當地已經說 他們動用所謂推土機 動用所謂的這個小艇 把很多人都移轉走 那實際上哪裡最可憐 農民最可憐啊 很多豬啊 很多什麼農圈啊 都被泡在水裡面 很多死亡的一個情形 現在他們都真的覺得說 這一次的災情未免太過嚴重了吧 好 雨萱 剛剛講到的 美國經濟機用所謂的水生活 來迎來這個所謂的三中全會 除了剛剛講的七大水系 全部都淹水之外 現在大家也注意到了 你的經濟非常的糟糕 之前不是講嗎 你的經濟火車頭 你是你的房地產 房地產當時很多人變爛尾了 爛尾了我就交不出去 所以現在中國說 我要保交物 好 我保證 你要保證 把這個房子給我交出去 那現在中國有沒有保交 要把東西都保交出去了 結果保交出去 不保還好 不交還好 一保一交就發現 根本不能住 對 寶德哥 因為他們現在強制保交之後 導致說最後廠商有沒有 把所有的貨物交出來 有 房子看起來外觀美麟美奂 結果真的仔細看到裡面之後 才發現完蛋了 出大問題 比如說我們講 在湖南有個地方 它通天花板 看起來很漂亮 對不對 整個白白的一片一片 結果寶德哥你知道 他拿那個掃把 去捅一下 捅一下 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直接就捅出一個洞來了 整個捅上去之後 一個大洞 馬上就爆出來 而且不只是大洞 還有一些 老闆 對 你看 而且還有殺死 跟這個我們講的 揮一樣 不不不不不 就這樣一直卸下來 不是 我如果住在三樓 我往上捅 我居然看到四樓 不是 這是四樓 看到捅到五樓 對對對 樓上還會告你樓下變態 你怎麼會這樣 他說不是啊 我本來只是想說 有一個蚊子 可能要打一下 打下去 馬上就一個大洞 而且更慘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們講 往上不行 可是這個混凝土 根本其實不夠啊 不是啊 我想海沙屋 都不足以描述這個狀況 因為海沙屋 也不會被哨帖打敗 好不好 怎麼會哨帖捅一下 而且沒有鋼筋 對 沒有鋼筋 它鋼筋跟鋼筋沒有連起來 對 而且更慘 你知道什麼嗎 他們有些人說 好好 那我房子裡面內裝的問題 我去地下室 總行了吧 結果也不行 知道什麼嗎 開車往地下室 人家有沒有 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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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下去 而且是恆大喔 恆大夠大家了吧 恆大很有名了吧 恆大四季 結果開了就說 不好意思 裡面是水庫 你知道嗎 水庫 它的地下停車場 完全變水庫 整個全部都漏乾 所以你說這個恆大四季 我也是火宝礁了 我也要交給人了 結果發現在地底下 地下室是這個樣子 欸 保倫哥我跟你講 而且你不要誤會喔 這個不是因為什麼外頭下大雨 我們是不是常常介紹說 中國的下大雨 沒有喔 外面呢 萬里晴空 完全沒下雨 他就單純 他的管線太爛了 所以地下室 長久以來 就是全部都會變水庫 這不是什麼鬼啊 這買的到底是什麼 我要跟你交替 你也不是交這種東西給我啊 甚至有什麼 圍欄 圍欄你知道嗎 就這個你看 就圍欄 看起來很美倫美化 歐式圍欄 你看手輕輕的說 一般都對 不是 他本來就沒有裝好 摸一下 過了就水滑滑下去 甚至是我們講 最重要一個房子的東西是什麼 涼柱 我們剛才這些都還可以在 維修二補 但涼柱怎麼不行 你知道嗎 他們有一個涼柱的狀況 你知道底下是什麼嗎 是嗎 你看喔 它涼柱整個用手插去發現 是空心柱子 裡面下面整個是懸空的 柱子是空的 柱子圓完是空的 各位你想想看 這種東西誰敢住啊 拜託你空著 你的樑柱的目的 就是要支撐重量 你這樣連重量都支撐不住 你還要怎麼住下去 而且更慘的是什麼 強制保鑣對不對 整棟大樓 大樓沒問題 地層直接下線給你們看 就你們現在看到這個 整個都崩掉了 它直接地層整個崩掉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整個中國為什麼 他們強制這種豆腐紮工程 硬要交 就是會出現這種爛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 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 但保理哥你知道 三中全會 請問一下 它現在有沒有正式訂毛 它到底要往哪一個方向去 沒有 因為它都是五年 十年的重大經濟 對 它現在只有聚焦全面 深化改革 我哪知道你要幹嘛 有有有 其實有明目出來囉 他們現在傳出來說 你知道他們要進行 全方面的稅改 稅改 稅改聽起來是好事 但你知道它要徵什麼稅嗎 比如說奢侈稅 你買什麼LV Goozie 金品 我要多給你抽個稅 但有一個稅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就說偶然稅 什麼叫偶然稅 一切都來自於偶然 所以你就要回歸於偶然 比如說你偶然在路上 撿到五百塊 不好意思 習主席要給你抽三百塊 就你不能賺這種不義之財 你只要隨便撿到的錢 所以你的所有的錢財 都要經過調查 你所有的錢財經過調查 如果你不能交代你的來源 他就是偶然來的 如果是偶然來的 繳種稅 偶然來的錢你就要回歸於偶然 而且各位你知道他們現在玩多狠嗎 還給你弄一個手機APP 這個手機APP 各位它不是一般的APP 它就會把你全方面 比如說你的薪資所得 你的哪裡 你的出售 你的鼓勵所得 你的房屋所得 全部統計在這邊 所以只要你的財產 跟這個數字裡面有差 你偶然 馬上抓百元錢抽回來 所以你知道 現在中國為什麼要 吸人民的 吸人民子民糕到這種地方 沒錢了 全方面破產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破產最嚴重 你知道其實不是中央 地方政府要嚇死人 你知道他們現在隱形債務多少嗎 358兆 358兆 這個已經遠遠超過中央的債務上限了 所以代表他們地方政府全部都垮台了 你知道為什麼垮台嗎 因為他們大量的亂蓋房子 比如說我們以柳州為例 以前柳州你知道什麼嗎 做汽車最有名 他們甚至有五大家廠商 專門做汽車 實名海外 實名國際 你知道他們後來的政府天方一談 你知道搞到什麼東西嗎 大量用融資 而且他們融資的方法很特別 因為每個政府有舉債上限 所以他為了規避這個舉債上限 我們創造一個叫做融資平台的東西 而且這個融資平台 有政府掛擔保 甚至他比如說我柳州政府 我就幫你掛擔保 但是這個融資平台 你知道拿來幹嘛 蓋遊樂園 那蓋什麼 你知道蓋滑雪場 比如說貴州蓋滑雪場 但是問題是保洁哥 你知道就出一個大問題 誰去貴州滑雪啊 對嘛 你誰會去貴州滑雪 那你蓋那個遊樂園之後誰來去 他覺得他是規避到原本的舊城證 他等於是全新的造勝計畫 所以最後導致的結果是什麼 柳州欠債欠了90億 然後呢 還不出來跟我講是美金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都是爛尾樓 對 然後全部空蕩蕩 甚至他們為了要串連舊市場 跟新的這個遊樂園還蓋什麼 中間還蓋捷運 結果捷運到現在已經知道了 融資跳票 根本沒有人付出出來 所以中間變什麼 全部都變爛尾樓 結果你現在看到了 一層一層一層 都是只有支柱 沒有輕軌 沒有捷運的爛尾樓 所以你就知道這種狀況下 當然得要跟民眾吸名指名高 才有辦法去贏虧良品 OK 三峽大壩泄洪 我們知道中國有一句話叫做 七下八上 也就是從七月的下旬 一直到了八月的上旬 這個是中國水患最嚴重的時刻 現在才剛剛進到了七月的中旬 你就看到三峽大壩已經受不了了 已經九孔全開 而且這個九孔全開已經造什麼 已經造成了湖南湖北嚴重的淹水 而且不只是湖南湖北淹水 現在中國的七大水系 都出現這種淹水的狀況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什麼 是三峽大壩 竟然九孔全開 你說現在來講的話 你現在在一個洩洪 把這水排下去 可是你知不知道 現在是七下八上 什麼叫七下八上 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 就是他們的續起 就是他們的梅雨 就是他們現在的強大的 下大雨的時候 其實它的中下游 已經是暴雨連連了 你在中下游這些地方 暴雨連連的時候 你又給我洩洪 你現在不是水上加霜嗎 我現在都已經沒辦法 用我們一般地下水的排放系統 把水給流掉 你這時候給我灌下去 你整個灌下去之後 你看下面的湖南 這些地方 襄陽湖北 所有的東西來講的話 全部都淹起來 在湖北襄陽 這個情況就是說 水大到什麼情況 你沒有辦法來保護你的車子 你的車子就是被水夾著走 夾著走的情況之下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 比較骰的一個小巷 所以大家就全部卡在那裡 那這些被衝過來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這些都是泡在泥水裡面 你也沒辦法去救他 你也沒有辦法來想辦法移動 完全沒有 那這個來講最可怕 有一個三輪車和老人 被捲入河道裡面 為什麼 因為你的馬路跟你河道 你搞不清楚 一個轉彎就下去了 下去之後 他又捨不得他的三輪車 然後他的三輪車 大家說怎麼辦 幸好是有一個貨車司機 看到之後 馬上用他的貨車停下來 然後先把老人給帶上來之後 然後再用把他的三輪車給壓起來 這個畫面是非常危險 如果一不小心的話 你不只是說你救不到人 你可能連貨車 連三輪車 你就全部一起出去 所以你現在在中國淹水 這個狀況就代表你的河道 你的路面 你都已經分不清楚了 而且你只要一出門 就是生死一瞬間 這個是有一群人 他出門之後 沒想到水突然淹起來 淹起來之後 他把摩托車給丟了 然後抱在樹上 另外一個人看到說 這邊有一棵樹 大家一起抱 但是抱在這裡 大家想越想越不對 第一個 救難員沒有辦法reach到他 沒辦法投繩索去他 可是水一直轟 一直轟 一直轟起來之後 你說現在這地方樹上都是人 你抱的樹上都是人 大家都抱在這裡 可是很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你會不會最後力氣溶結 就被水沖走 或者是最後這棵樹如果也倒了 那怎麼辦 他說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單江口的區域12個小時的累積降雨量高達350毫米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就是你一瞬間這個強降雨的話 誰都逃不了 那你看看這個畫面 你這個整個來講的話 非常非常的紅啊 甚至中心這個地方呢 已經紅到快變成黑色的 所以你現在來講的話 中下游已經暴雨連連了 你上面要給我開 球口全開 對球口全開 然後其他的地方的話 其實也有一些小型的水壩 你也是全部開 大家就想說 你要不要等我們這邊先洩洪的再說 但是現在不管 反正他也不會先告訴你 就直接開了 開下去會發生什麼情況 你說白天也就算了 這個最可怕 這一個民眾呢 他是晚上睡在家裡喔 晚上睡在家裡 他睡在床上面 睡在床上面 還有什麼 還有棉被 然後一瞬間 他就飄起來了 飄起來了 他以為他夢有 他以為他做夢 不是因為什麼 水淹進來了 他說什麼回事啊 我怎麼水淹進來了 然後 趕快 逃離他的床 逃去哪裡 逃去院子 可是到院子的時候發現 院子的水位已經高達胸口了 你知道在半夜遇到這種事情 他說真的要哭了 遇到這種事情 你能怎麼樣 怎麼跑 因為你家裡面 都已經全部淹進來了 所以你家裡面都已經全部淹進來了 就看到這個水 根本就已經灌到家裡面了 對 都已經灌在家裡面 然後另外來講 在外面的話 現在來講 淹最多嚴重的地方 就是河南省 河南省其實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糧倉 現在來說的話 這些農田已經全部泡在水裡面了 泡在水裡面 你根本也沒有辦法去救它 然後呢 剛剛看到是什麼 是一個水塔 是一個在工廠的一個水塔 也是直接在馬路上面 就給你飄過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就想說 天啊 現在在這個河道上面 其實它不是河道 它是馬路 馬路已經變河道了 你在這上面 你看到任何的東西 你都不會覺得驚訝 我們常常講到水上行舟 水上行車 而這個畫面剛剛講的 在現在這個地方鄭州 鄭州已經變這個樣子了 大家會想說 你怎麼會在這時候開車 不是的各位 它是原本在正常的馬路上面開車 因為強降雨 因為洩洪一下子衝上來之後呢 大家才不得不在這個 好像是逆流而上 最後呢平安歸來 水上開車這件事情是非常危險的 可是當你開車出門的時候 你總是會怎麼樣 想辦法把它開回家 可是那個車子還會飄移耶 最後已經真的是drift 真的是已經飄移 然後大家都飄在一起 然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現在來說的話 這個水已經淹到紅綠燈的一半了 那這種水是飄移的情況之下 已經變成物理性的 整個都淹起來 硬樓都沒有了 還有一個視線是說 這在車內 它一邊開著 外面都是水 然後那個水還慢慢的淹進車子裡面了 對這個畫面的大陸的網友就說 你兄弟 你不要用雨刷了 這個雨刷越用越吸酸 你覺得這雨刷 雨刷是來打雨水的 你現在是泡在水裡啊 你覺得你在鯨魚就在魚缸裡面 你這樣子轉有用嗎 上面也有水 下面也溢進來 然後呢這個影片就說 我也不知道我現在在幹嘛 這也太慘了吧 對啊 他就說我走向進人士 可是如果是我在開車 你不叫我弄雨刷 我也不知道我要幹嘛 對啊 也不知道幹嘛 可是現在來講 真的是出門就像是在 就像是生命交官一樣 那這是他們的公交車 公交車 照理說底盤比較高 其實也沒有 但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什麼 總是要出門去採買 出門去採買之後呢 這個馬路竟然就不見了 那這個畫面是怎麼樣 雲南 雲南它這樣子 我們剛剛看到了 你現在的湖南 湖北 河南 河北 甘肅 現在雲南都是了 反正呢 你這個西大河系 幾乎沒有一個地方 沒有受到水壞 這台車子 它就這樣便飄下去了 這個車子想要說衝過去 然後呢 幸好 因為它卡在這裡卡多久 卡了20分鐘 前面十幾分鐘 它一直想說我再拼一下 我再拼一下 我看能不能保全我的車子 到最後是有其他的人跟它講說 不要拼了啦 趕快下來 結果它下來沒多久 整個土就崩掉了 大家看這個地方 它不是爛光 它原本是有一個道路的 是有路的 然後因為連日下雨之後呢 能讓這些路都已經沖刷掉了 那在雲南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隨時可見啦 甚至你現在來在重慶 你在這種橋樑上面的話 隨時會被洪水給沖垮 這個畫面夠驚慌 這是重慶的橋 這是重慶的橋 一斷就沒了 這個橋竟然是從中間攔腰而斷 大家就想說 中間不是有加強加固一個橋頓的位置 但是都沒有辦法 那你在大客車出去齁 你要怎麼樣 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你開車開開 發現不行了 趕快退 你要叫你後面的車 因為你後面車不退 你不能退 因為你已經聽到 前面有喀啦喀啦的聲音了 有些人是來不及逃 快點快點趕快退啊 因為你已經聽到上面 喀啦喀啦是什麼 在鬆動的聲音 在逃逆 對到最後呢 車子也不要了 現在來講的話 你連日的大雨 就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而且 在裡面發生一個 我覺得非常誇張的事情是 你現在不是洪水嗎 洪水其實抽來會缺什麼 會缺水 對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水都不能用 那當然他們水車就進來了 然後他們現在發現 這個水車以前是什麼車 這個水車以前是化糞車 這個真的是 讓人家真的是太難過了 這是一個恩惠 就是說呢 現在來講 因為你水有洪災嘛 有洪災之後呢 你就沒有乾淨的營用水 所以呢他們就徵用這些 民間的這些車子 然後呢在上面貼了這個送水 然後這個東西久了之後 因為天氣還是在下雨啊 然後就剝落了 剝落之後大家就去分說 你這個送水 兩個字怎麼是貼上去的 一拉下來 看到這畫面真的快吐了 是吸憤車 什麼是吸憤車 就是水肥車 所以呢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地的官員跟他講說 沒事啦 那個已經清洗過這個車子 內部了 誰相信你啊 但是你相信嗎 你不相信啊 但是這種情況之下 看了真的是覺得非常噁心 好 是從剛才講的 現在中國水生火熱 不但是這個到處淹水之外 經濟真的也出現 非常嚴重的狀況 現在連Bloomber都講到 現在這個天大的壓力 是由習近平一人承擔了 對沒錯 目前為止中國在開這個三中全會 沒有任何的資訊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最近中國 接收到訊息也真的不太好 譬如說包括前一陣子 他們公佈了第二季的 這個經濟成長率只有4.7 原本大家都預估至少是5 結果沒有想去4.7 雖然是說什麼 他說中國的經濟的不好 給習近平帶來非常大的壓力 對 他們就說為什麼會不好 是因為我們有極端氣候 還有紅雨 這個洪水 還有暴雨的這個問題 可是今年不是這個中國 水灣那麼多嗎 那有沒有捐款 結果沒想到 他們就說 目前為止都沒有什麼 捐款的這個狀況 他說目前為止來說 非常非常少 你看這個社會的捐款 驟減 然後救援隊的捉襟劍 如何應對救災的消耗戰 目前為止沒有人要捐錢 那事實上 那因為為什麼 人家就說 因為在目前為止 大家都沒有錢可以捐款了 沒錢了 尤其是過去幾年來說的話 你看人家就說 因為我收入少了 再來是運氣高了 就是我捐的錢呢 有時候不見得到那些單位去 誰知道到哪裡去了 另外就是訊息封鎖 就是我們捐了 那到底捐到哪裡去 我們也不知道 結果事實上 那因為最近不是洞庭湖很 這個災難很大嗎 就洞庭湖就說 那我們呢 號召征災 號召征災之後 結果沒想到有兩個這個企業呢 就說我們捐500萬 結果捐500萬之後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就有一個 這個新茶飲品牌 這個霸王茶雞 還有另外一個 明明很忙的這個集團呢 他們就說 我們要決定要捐出去 各捐500萬 結果沒想到保健 你知道怎麼樣嗎 你看他們就說 馬上在網路上被罵翻 他說 他說連自己的員工都不討好 還指望他什麼呢 那某匯又發財了 看來這個利潤的空間好大 不埋了 所以再也不埋他了 所以以後對這個霸王茶雞 太失望了 照顧一下你捐款是一個形象 對 結果你這個形象會更負面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 那你就是在討好相關的官員 他們就覺得說 那你這樣為什麼 你不幫你的員工加薪 結果反而是 反而招來罵名 你本來風雨同行 守望相助 風雨同擔 共渡難關 對 這麼美好的字眼 是 現在變負面的 現在變成是大家網友罵翻天 所以這兩個公司 就覺得莫名其妙 我們不是要捐 不是要捐錢應該是好事情嗎 結果沒想到事實上 目前為止一樣 你看湖南上面就說 我們也是捐給大家 就是呼籲捐款救災 結果沒想到大家都來罵 全部都在罵 你看你知道嗎 都不呼籲自己克服一下嗎 兄弟用上碗的手機還不呼籲 那這個捐怎麼是可以的 那越來越怎樣 就反正大家下面全部罵翻天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不可能這樣子啊 就是大家根本沒錢捐